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残酷的刑罚莫过于零耻 就是用刀子将人身上的一片片的割下 但是行刑的过程你只能自己看着 历史上这种刑罚一般用于判夺 一般对于罪大恶极的人才会施行 不过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止在古代的中国才有 在欧洲那些恐制者也发明一些让人谈食色变的刑罚 欧洲的贵族曾经饲养老鼠来杀死犯人 他们会将犯人固定在死刑台上 然后在犯人身上放上一个常有老鼠的木桶 然后在木桶的底部用火加热 当老鼠受不了高温就开始纷纷寻找出路 最后只能从犯人的身上打洞出去 而犯人也就被老鼠活活撕咬致死 当然欧洲最常用的刑罚就是绞刑 就是把犯人绑在绞刑架上 然后吊死犯人 当时正值大航海时代的欧洲 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处死海盗和敌人 这种刑罚也是当时使用比较多的刑罚 后来许多二战的法西斯战士就被送去了绞刑台 不过这也是他们最有应得 这种刑罚一般会在大的广场实行来起到威慑作用 但是还有一种看起来很温柔的刑罚 在当时却让很多犯人谈之色变 这就是笑刑 看起来很特殊 不就是笑吗 但是如果长时间不断地笑 那可就没忍受得了了 这就有点像古代传说的毒药 含笑半步颠了 中毒的人会不停地发笑 然后最后全身暴毙身亡 虽然欧洲这种笑形不会暴毙身亡 但是也会让犯人在缺氧的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行刑的人会找一只了那几天的山羊 并将犯人固定在行刑的地方 露出犯人的侥心 在脚心上涂上食物 让山羊就会去舔室 因为山羊的舌头非常轴稳 还有小钩刺会有很大刺激性 往往犯人会不停地发笑 最后因为缺氧而死 但是在死的过程极为漫长 这个过程也让人生不足死 现在的安乐死真的比这些刑法文明许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